请几位到现场的会议 来跟大家讲几句话 可以吗 阿波叔可以请你跟大家讲几句话 谢谢 阿波叔要跟你讲话哦 来来来 我们赶快 时间过去 哎 等一下 哎 阿波叔要跟你讲话了 阿波叔是小生梦 他从小看着我长大 我今天很高兴 能够来参加陆彦杰的情形会 因为他现在呢 是跟我搭过是几百兄弟 所以我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乡亲人 论彦杰我是在民国38年 他们即将到 台湾来的时候 我在第一次见面 到了民国4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还在大学里面进球 那一方面呢 我又在板桥啊 县政部在工作 那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 单身在台湾啊 所以 几乎定数 那正往来就是 他们一搬到板桥来 那虽然他们住的地方呢 是不大 但是呢 他们还是在客厅里面呢 各的一个小房间呢 一定要往进去住 那 所以啊 因此我都有机呀呢 就在他们家里呢 他住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 那这段时间呢 虽然我每天是找出马龟啊 但是呢 嗯 因为 朝夕相处了 所以 对他们的生活企迹啊 我就比较了解 那个时候呢 虽然讲他很年轻 他是已经有两个 老大老大的一个小孩 都很小 都还没算学 后来一班就老三 哈哈哈哈 那白天呢 先生 要往台北上班 那邻居 左右邻居啦 因为都不大 舒适 都很生疏 所以 差不多一切 家务啦 还有教练小孩啦 的事情呢 就是 他 这个一手包办 那因此呢 在那段时间呢 我 给身份提问到 这个 陆院杰他那种 亲家 持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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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家持家的 这个人 为他们 这个教职 教靠小孩 这种辛苦 的情况 我都很了解 那尤其啊 那尤其啊 其中呢 最任励我 最求别的一点是 他们夫妇 他跟他相当的 两个表演 他那种 求知 好学的精神 是 贵不贵他 对 所以他们虽然说 整天我们的生活啦 啊 忙于工作啦 忙于家务啦 但是呢 每天 晚餐 吃晚 晚餐 他们一定 可以 包含一切 准时打开收音机 收听呢 从中 这个 运营教学 运营教学 从不见断 从不见断 所以啊 他们这种 这个 求知 这个 好学的精神呢 可能呢 这种气味呢 影响他们 几个小孩 所以他们四个小孩呢 在学校里面呢 成绩都非常优异 啊 每个人都是研究所毕业的 啊 这个 毕业以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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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业啊 也都非常有成就 现在老大 老大是在每个地方 那四个小孩 都非常小 所以今天呢 就一直啊 能够 能够 能够做成 这个庆庆会了 更 啊 具有意义 我 对人啊 在此了 我祝福 陆彥坚 早晨康复 来祝福 在座 各位的 大家心里 向他 生活愉快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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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我从小就见到阿波斯特 巴 他的这样的一番话 那我记得 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告诉我 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上班 我爸爸告诉我 说阿波斯特呢 说是非常孝顺 那他照顾的 他照顾了他母亲 照顾了十几年 是不是啊 那因为这样一个事情呢 就在我心里 满下了这样一个 赛的东西 谢谢你 他是我的开幕 很久以前我就听说阿波斯特 照顾妈妈非常的尽心尽力 对不对 照顾妈妈写 这是我知道的 我在职场的时候 就听到常常我爸爸跟我说这件事情 所以一直在我脑海里 谢谢 你做得比我 哈哈 然后第二位我要介绍的是 胡妈妈 胡妈妈是 就是那个我爸爸的朋友 我的太太 那他们认识我爸爸妈妈 在我们朋友结婚之前 所以我妈妈也参加了我妈妈的结婚典礼 甚至结婚典礼 金刷后面还有party 哈 有dancing party 有跳舞的 哈 我的小我爸他会跳舞 我爸他会跳舞 是那个年代 是 所有的事情 哈 那个时候是在重庆 重庆有一个华侨青年服务社 他们那个时候 他结婚的时候 我那时候已经开始上 我是跟我的同事 一起去上江湾 所以我们认识也可以说很多点 到台湾来以后 我们大家又有机会住在林家花园 全都没有宿舍 都住在林家花园的地方 以后才可以到宿舍 以后那一段 我们因为大家都分开住 所以我们少去看 虽然说很少有人来往 但是呢我们的姻缘是一直连续到现在 那个胡妈妈的孙女是我的干女儿 那我们家以前买的一栋房子呢 是胡妈妈她看上的 因为我要到台北来 我到台北来 因为我爸爸因为我那时候从板橋到台北来 有一次差一点 掉到那个火车外面 是我们的我的同学 胡秀源 秀源在那里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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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我那时候差一点远 赶火车 那时候没赶上火车就迟到了 那时候迟到是一个大事情 我这样掉在那个火车外面 结果是他那样拉着我 那我妹妹 从那样板橋到外滑的 用手这样抱着火车 还没有掉到那个火车的底下 这是我的初中同学 那非常的感谢 那胡妈妈 所以因为这样我回去跟我爸妈说 我爸妈就毅然决然把那个板橋自然新春 那一百平的房子 那时候说要给我们 让给我们五万块 结果 因为这件事情 他们就把那个房子不要了 就到台北来 用八万 他那个胡妈妈到处去找房子 胡妈妈看到说 我妈好辛苦 他有一栋房子他觉得 他有看到更好的那栋 就想说让给我们 就我爸妈又补了三万块钱 买了胡妈妈介绍给我们的房子 在那住了好多年 然后后来才换到现代的房子 谢谢胡妈妈 我们就来介绍龙姐姐 龙姐姐她父亲也是在大路的时候 就跟爸爸认识了 他父亲是那个新闻 新闻界的那个编辑 我爸爸就认识你了 我听爸爸说 那我爸爸跟他父亲也是 很多年的朋友 一直都有来往 那 那洪姐姐 后来我们也蛮好的朋友 那这次胡妈妈要来 我没有办法去招呼她 我去请洪姐姐去接 接洪妈妈过来 所以洪姐姐谢谢你 这一位是我的大嫂 她是那个画家 张海玲女士 她今天特地 我跟她讲说 我跟她讨了一张画 就是我妈妈的画 结果这张我 相信大家刚刚在那个影片上有看到 所以我妈妈吹跑了一张画 那我把我的第一次 我参加公民记者那个直播 直播品 我学到了以后 我第一个就想替她做这个直播 那她那时候刚开了她的那个画廊 我大早她独立过了一个私人的画廊 那可不可以请你讲 好 谢谢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 能够来参加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庆宣会 我这辈子大概第一次参加 这么高寿的庆宣会 那我因为我的画价 每次标的价钱大概都蛮高的 所以她们从来没有开口 这辈子没有开口跟我讲过说要画 那这张手指一组过说 我把它画一张 因为我想说 我非常非常配合我的小学人 她们非常非常小学 我这辈子看过最小学人 真的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而且我这个弟妹 非常的好学 不管什么她都学 包括画画 跳舞 瑜伽 什么无所不学 能唱的 能吹的 能什么的 能游游的 各种运动 包括气功 她无所不学 那英文 英文更是她们家的全家之宝 这个姜妈妈 几年前 还每一天都听公民音乐教习 她跟我说 这是她的兴趣 她听到就很高兴 一早上起来就听到公民音乐教习 我没有见过这么好学 所以她这个好学是一般 我很高兴能够跟她成为亲家 因为我这辈子里面她们给我最多的温暖 那我就今天早上话 因为我也很晚 今天早上 昨天晚上打个告 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说我在修手 修完手就上颜色 修完手我就累了 去睡觉 今天早上起来画 好 我其实想说 我即便到最后一刻 我也不敢出弊章来 对啊 因为本来我很想画她跟妈妈游游 但是那个图片看得起来 我想说星月飘飘飘了 那个 将妈妈居住声音的那一刻 是不是很开心 对 好 所以我想说 这个有音隽的感觉 好 那今天呢 非常非常高兴能够在这边 好 那 跟大家结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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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